新華社報導 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和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提名和建議 國務院決定任命陳茂波為發展局局長 並免去墨齊光的發展局局長職務 而立法會被書處也宣布 08年巡會計界功能界別當選出任立法會議員的陳茂波 星期日已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 外界盛傳原屬副財政司司長大熱的陳茂波 因為新政府架構未能通過被指上任無期 而原任發展局局長麥齊光 因為租津事件被廉署調查 上任12日就辭職 外界盛傳陳茂波可能接替麥齊光出任發展局局長 而陳茂波亦曾經表示 若果收到政府邀請出任發展局局長一職會積極考慮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